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常常说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 而我会跟我的好朋友分享什么呢? 今天我们的思想是篇第96篇 这篇提醒我们要起来分享 分享什么呢? 今天有一个小故事 跟大家分享 在神经当中我们看到 有一个小女子是以色列人 在战乱中他被掳到外邦当奴隶 当仆人 而他的主人是一个大将军叫乃曼 有一天却长得大麻风 很严重的皮肤病 找不到医生 没有办法医好他 但好奇妙 这个以色列小女子他有信心 他相信上帝能医治他的主人 他分享 以色列有先知 而先知能够医治主人 他勇敢地分享 他对上帝的信心 于是乃曼 就来寻找以色列的先知 而先知跟他分享 上帝能 而你要去河里头洗澡 哇 这个大将军很生气 他想说 我是一个将军 这么有威严 要我去洗澡 难道以色列的河水 会比我们家得好吗? 他就气呼呼地要离开 这时候有一个好朋友跟他讲 如果先知要你做很困难的事 你会不会做啊? 先知叫你去洗澡 那你就洗洗看嘛 他有一个好朋友 跟他分享 于是这个大将军就去洗澡 结果 好奇妙 他得到完全的医治 从乃曼的故事 我们看到 一个贝鲁的小女子 与他分享 先知与他分享 朋友与他分享 他就得到了医治 视频就是有片告诉我们 我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 要起来赞美神 信徒 要起来认识神 要起来赞美神 并且神的子民 在新月我们看到扫罗 他虽然是 以色列人 他不认识神 而 神的子民 要起来认识神 看见神的光 来认识神 外邦人 要起来认识神 敬拜神 而天欢喜地快乐 让我们认识神之后 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大喜乐哦 这一章的要解提醒我们 民众的万族啊 你们要将荣耀能力 归给耶和华 我们要邀请人 起来一起认识神 敬拜神 人在列邦中要说 耶和华做王 世界就丁坚定 不得动摇 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明 是的 所以人要起来宣告 神要做王 世界可以兼顾 不会动摇 呼救神帮助 我们把握机会 跟好朋友家人 分享耶稣的爱哦 我们祷告 耶稣我们在门里 你创造万有 同万万有 愿你恩待我们 让我们起来认识你 也邀请身边好朋友家人 认识耶稣的爱 这是我们能够跟朋友 分享最好的礼物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